好不過來看到了這個颱風過境 台中的梨山地區刮起了強風 下起大雨 結果這個農損也是相當的嚴重 因為呢 當地正值採收的田市水梨 還有像是這個蜜蘋果啊 都從這個樹上 整個被強風給吹落了 叫在地面上 那麼強風也導致有樹木倒塌 交通中斷的情況 梨山市區呢 停電到這個昨天中午才搶修完畢 另外還有三個村莊 因為交通中斷 台電人員沒辦法進入搶修 現在已經加派人力 從宜蘭攜帶物資設備器材來進山 要用最快的速度讓民眾來點 康瑞颱風帶來強風好雨 打在果樹上發出沙沙聲響 聽得果農們心都碎了 你看這水果還都掉到馬路上了 這個是雪梨 你看這個是蜜蘋果 正值採收季節的田式蜜蘋果 梨子等水果 農筍範圍 台中市府正在統計 不過農民預估整個梨山地區農筍超過十億元 會不會有農筍補助還不知道避免血本 無歸 梨山果農先自救 台風好雨逃空了路基電線桿倒塌在路上 被強風吹倒的樹木阻礙了交通 也阻礙了臺電搶修進度 梨山地區真的是孤島 電訊電話什麼都不通 外面怎麼樣我們也搞不清楚 這個很慘 梨山居民自救組織志工隊 聚開路中央的大樹清走雜物 臺電人員順利進入搶修 梨山市區停電超過四十八小時後 十一月二日下午終於來電 茂鬆環山苗圃等地區 還是停電的情況 在梨山的同仁都是處於缺飲水缺食物 僅能吃泡麵的情況 大雨嶺往梨山方向無法預期何時可搶通 路財剛通 臺電工程車 立刻挺進停電區域搶修 同時加派人力從宜蘭入山 攜帶物資以及材料設備 前往梨山地區就等路通 要用最快的速度讓民眾來電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